咻咻咻咻 秋風掃落葉 除了長老牌發工之外 還有什麼牌會發工的 再大家看看另外一個牌 那就是夫人牌 吵不吵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在今天呢 其實新聞一開始 我們就介紹過 馬總統的夫人周美青 她在這兩天呢 就是幾乎是微服出群 非常低調的到嘉義跟雲林去 而另外這一位呢 就是宋楚瑜的夫人 陳萬水 她們每次宋楚瑜 在參選的時候呢 是無意不語啊 而另外這一位 大家可能有點 稍微陌生了一點點 不過像南投跟高雄的民眾 一定都知道她 她是吳敦義的夫人蔡令儀 而另外這一位呢 就是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蘇嘉全的夫人洪恒朱 而這四個人呢 其實她們各有風格 像中美青走的是個性啊 然後另外有人就是 一直都在權力的輔佐先生 有人走的是親和的路線 我們現在就要看看 這四位夫人 到底是誰比較有幫夫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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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還記得嗎 這是2008年總統大選時 中美青拜票的畫面 深色衣服搭配黑色背心 簡潔俐落 招牌動作就是雙手緊握 再來個90度的大鞠躬 總統大選選的當然是候選人了 但是夫人排永遠吸引人 看看檯面上四大夫人 各有特色 中美青有個性 陳萬水清和力強 紅橫豬幹練 蔡令儀則是靈活 你看她的愛 你看她的太太 從同一個國籤 穿同一件衣服被批評了 對不對 幫馬英九中美青助攻 蔡令儀可以溫柔 也可以炮火 不愧是吳敦一的好感受啦 事情她做我就很開心 就不找我麻煩了 誒 這是陳萬水嗎 對照她之前的畫面 看看以前拜票 陡大的汗珠從耳邊流下來 手還是握個不停 只能說萬水姐姐 親和力變了很多 豪宅 農社 這是紅橫豬最近給人的印象 但打從蘇嘉全踏入政壇 紅橫豬就一路幫忙抬轎 幫得多 爭議也多 蘇嘉全當上內政部長 他也跟著一起升官 把鐵皮屋出租 當了包租婆 是誰 也是紅橫豬 他們沒有選 此刻卻有共同的心願 就是幫自己的丈夫 搶下更多的選票 記者李宗憲 張環玉綜合報導